各位聽眾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收聽世界一把抓 我們今天呢在第二次 請到八旗文化的總編輯 傅查言赫來到我們的節目中間 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傅查先生 言赫先生 是都可以 傅查先生大家聽到這個姓呢 我就要再一次跟大家這個介紹一下他 叫八旗文化 他果然是八旗裡面的旗人 對不對 你們是湘皇旗 我們家是湘皇旗 好所以他會姓傅查 那麼呢 傅查總編輯呢 他就是八旗文化嘛 出版 那麼上一次呢 跟我們大家介紹了 他們出了一套 其實是日本 所這個出版的一整套的 有關於世界史的 那後來呢 我們就希望他陸續的呢 能夠在我們的節目當中呢 固定的來跟大家談 然後跟大家介紹 那今天呢 他挑了一本書 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也是他們所出版的 也是日本的學者所寫的 這位日本的學者呢 叫做鋼田英雄 他所寫的中國文明的歷史 非漢中心史觀的建構喔 那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請這個 傅查先生呢 哈哈哈 來跟大家介紹 他現在已經住在台灣了 然後他在台灣呢 創辦了八旗文化的這個出版社 那麼很有意思 所以我覺得可以請他來跟大家多聊聊 那今天就先請那個傅查研和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為什麼要挑這本書介紹給大家 這個日本學者寫的這本 他在講中國文明的歷史 好啊 你看我的剛才那個主持人 已經介紹過我的這個背景了嘛 我是一個湖人嘛 對不對 非漢人 奇人 奇人 對 所以這種湖人 這種邊緣 所以在漢中心角度看來是邊緣的 這個達陸或湖人呢 就對那個非漢的東西很感興趣 因為我們就是所謂非漢嘛 對不對 那這本書呢就叫主標題叫中國文明的歷史 然後副標題是非漢中心史觀的建構 他眼外之意是說有一個漢中心史觀 對 那所以他想說 那我想談一談非漢中心史觀 我同樣看中國史 可是呢我同樣看中國文明 可是呢我的角度是非漢中心的 所以你就非常吸引你的注意 我就覺得說 那我看看這個日本的鋼田英雄是怎麼看的 因此就想把這本書跟大家分享 鋼田英雄是一個什麼樣的學者 這個人超神奇的 真的啊 對你看啊我可以講他的故事 可以啊 他在26歲的時候啊 他就已經獲得了 獲得了日本的最高最高的那個叫院士獎 26歲 那是非常早會跟可怕的年輕的時代就可以獲得那個日本最高級的大獎 學術獎 那他憑什麼獲得那個獎呢 就是研究一個檔案叫老滿檔案 老滿檔案就跟我們的滿洲有關係 就是用老的滿洲滿洲文字寫成的檔案 他藏在哪裡呢 藏在這個 這個沈陽故宮 然後他就開始研究這個滿文呢 從老滿檔案當中得到非常多 就是原來在漢字書寫的史書當中看不到的一些訊息跟觀點 所以這個是官方的檔案 官方檔案 就是滿洲人滿洲人入關前的官方檔案 他入關以後呢 他繼續 那好珍貴耶 其實蠻珍貴 真的啊 所以後來台北很厲害啊 那個主持人你知道嗎 那個台北故宮啊 是在1950年以後 整個全世界全球 重新開發滿洲檔案的第一把交易就在台北 真的啊 對 因為他藏有大量的這個檔案啊 我都沒有聽過台灣有什麼學者是這方面厲害的 陳潔先啊 莊吉發啊 這些歷史學院的學者 大家可能比較熟 我們一般是不太知道 他們後來培養了非常多的什麼學生呢 就外國學生 很多外國人學漢語都到台北來學 真的啊 對 他們的選擇要不就到日本 要不到台北 後來到了北京 因為北京比較晚一些 等到這些檔案研究已經 等於說已經有一定的階段以後了 然後北京那時候 你想想看1950年代60年中國是什麼文革呀 是 根本沒有對外開發 不可能啊 中國到1978年80以後才開始逐漸開始接受這個東西 所以呢這個東西就慢慢滿學 就變就變成一個新學科 然後也演變成一個新學科叫新青史 就是他認為說你舊青史是從漢文史料去看青史 那我新青史呢是用滿文史料 蒙古人史料看青史 用他們的視角 對 用他們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對結果這個新青史呢就讓中國政府很害怕 真的啊 他被批評是說叫做歷史虛無主義 說清朝就是我們大中國的 你不能說清朝不是中國的 因為這個看法跟結論就跟原來的史觀都不太一樣 但是清朝還沒有入關之前 應該不算中國的吧 現在中國官方解釋是說 都算 都算 因為是一個中華民族 那你滿族也是我中華民族一部分 所以呢你也是我中國一部分 它是這是現在中國官方的說法 你滿族最早是叫女真 女真對 然後日本他說日本翻譯成女植 女真原來就是其實就是女植 只是漢字有的寫成真 有的寫成植 為什麼 這就是漢字的厲害 我以後那個作者會講 寫錯了吧 多點了兩點 所以不是日本人寫錯了 是中國人寫錯了 真的啊 是我們多點了兩點喔 對因為這麼講 因為漢字是一個什麼的 用這個作者剛才用的話 它是一個皮親語 就是一個人工語言 是一種人造語言 對對對 他以後我們時間可以解釋這個東西 他說因為漢字這個特質呢 他導致了最後就是 他只是一個形體而已 對對對 他跟那個音是對不上的 對對對 跟你講話的音是不一樣 不一樣的 像我們講一講台語 跟所有的拼音文字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所以這個東西他認為是中國文明 一個非常核心的東西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漢字特點的話 就沒有中國文明 是啊是很核心啊 因為你就變不管你講的是什麼鬼打架的方言 大家都可以用文字溝通 對 有一點點像以前的拉丁文嘛 沒錯 拉丁文在歐洲就扮演 曾經扮演這個角色 官方語言啦 但因為拉丁文他是 當他們的官方就教會嘛 對 才能夠釋字嘛 對 但拉丁文特質差別什麼呢 拉丁文是一個語音 就是它是一個語音系統的文字 就是說你跟法蘭克人啊 跟德意志人 日耳曼人啊 高盧人啊 他們之間的語言都可以去拼出來 但漢字不是漢字拼不出來 對漢字就不是拼音嘛 漢字你必須另外去寫這個字 另外去讀這個字的音 另外把它背下來 所以中國就培養出一個 非常龐大的一個教育階層 這也是跟西方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這是中國文明非常非常大的 獨特的地方 對非常獨特的一個特色 作者認為是說 這是中國文明的核心 是啊 我也這麼覺得 是 對 所以就就這件事情 好再回過頭來看鋼田英雄 所以他26歲就很厲害 因為他研究這個滿文的老檔案 沒錯沒錯 就得了日本的學士願賞 對 那因為他的這樣一個背景呢 所以他其實研究像 台灣商務出版社 也出版過他一本書 叫做從蒙古到大清 然後我們巴奇也會在 今年快的話出版他另外一本書 叫做康熙皇帝的書信 康熙皇帝用滿文寫了很多信 給他兒子 大哥 他大哥在幹嘛呢 在打種格爾 就是在新疆那種格爾 對 然後呢 他們在寫信當中 就透露出康熙如何思考 他對於種格爾 對於政治 對於各種事情的看法 第一手的資料 第一手的資料 這個信最準嗎 應該是 從比其他的後世的 詞家寫的更準 除非康熙說 我故意要造假 因為他相信這個史料 可能會流傳 但是我覺得滿洲人不大會 而且問題是你這個信 你寫給你兒子的信 suppose 不應該給別人看到的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蠻真實的 應該是還蠻真實的啦 所以這種 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在全世界 應該他是獨一無二的 但他另外一面呢 有一個非常大眾 這個信怎麼都有留下來 滿洲檔案是現在清朝檔案當中 整個占到整個文獻當中 占百分之三四成 就是滿文的 清朝人還蠻重視這些 百分之六七十是漢文的 基本來說從乾隆之前的檔案 百分之八十是滿洲的 然後用滿文寫的 沒有滿文寫的 然後乾隆之後檔案呢 開始百分之四五十 變成漢文檔案 為什麼呢 因為滿洲人漢話 漢話之後呢 他的官僚體系裡有很多漢人 然後滿人呢也學會了漢字 所以呢他就不用滿文寫 就少了 可即便這樣的話 在一直到最後一個皇帝 溥仪皇帝當中 清朝的檔案當中 還有非常多一個滿洲抄本 就是說我寫一個檔案是漢字 對不對 我同樣把它翻譯成滿文 變成滿文檔案 那這個檔案目前都在 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 很厲害 那說一下你爺爺那一輩 應該都會寫滿文吧 我爺爺那一代 其實他正好是民國初年出生 民國初年出生 就是滿洲人的力量 已經衰敗了嘛 所以基本來說 他在關外 因為我們在屬於 不在漢人區嘛 在非漢人區 所以他受影響比較小 那他會講滿文 但是呢他不會寫滿字 是哦 對 你爺爺那一代就不會寫了 其實不要講不會寫 那個在清朝的 我講就是從道光 道光咸豐之後的皇帝 在滿文書寫方面 都已經不流暢了 真的啊 你想想看啊 就是你們的滿人 然後生活在 龐大的漢人群體當中 你想維持自己的語言跟文字 是蠻難的啦 真的哦 對 哦 哦 哎呀滿文講起來 跟北京話不一樣哦 哦 北京話是滿洲人 用滿洲腔去學習 當時的漢人觀化的結果 是要講 哦 因為我看東北人講 北京話都特別的 六道嘛 自鎮腔圓啊 對 其實你也滿自鎮腔圓的 沒有啦我真的哪差遠了 所以我我就一直以為說 果然是從東北來的語言啊 是啊是啊是啊 你看今天的滿洲 就是今天的蒙古人啊 蒙古人 我想蒙古人是蒙古國的人啊 他如果學中文 你說外蒙 蒙古國 就是蒙古人跟滿洲人 學當時的漢話 那個發音 結果 然後像還有這幾個例子 好好笑 就是 民國初年時候 那個很多滿洲人在台北啊 不是 對不起 1949年以後啊 國民黨推行這個叫做國語運動嘛 對不對 要推行 推行國語嘛 那有標準音啊 所以他就請了很多滿洲人 在台北 叫狂播電台 有個叫騎鐵山的人 然後他就把很多北京話 帶到了台北 比如說台北人 把那個 把垃圾 叫垃圾 對啊 北京叫什麼 垃圾 你們都叫垃圾 對 為什麼叫垃圾呢 那是滿洲發音 真的啊 因為滿語就把那個 就讀成垃圾 所以呢 這個垃圾就留在 現在的台湾的國語當中 那它是滿語的發音 但字 字不變啊 那你們後來變成念垃圾這樣 因為垃圾 垃圾是整個是那個 是整個非滿語發音 就是說 所以你看 漢字很有趣啊 這兩個字是這樣寫 可讀音完全不同 滿語的發音 跟所謂的非 這個這樣假的也不對啊 滿洲人當時的發音 跟非滿洲人的發音 是不同的 那因此這個音 帶到今天台北的國語當中 變成國語的標準音 不是很好玩嗎 因為那時候 來了很多的外省人 其實講的也是 就是你知道嗎 對 就北京話嘛 沒有沒有 因為會講北京話的很有限啊 對 各省的講的乱七八糟 沒錯 所以要正音嘛 南腔北調啊 要正音啊 推行國語啊 一個標準音嘛 那其實中國歷史當中 這種正音運動不斷發生 每次到朝代改變的時候 就發生一次正音運動 為什麼呢 音亂了 音被那些湖人啊 阿爾泰英文 拿給弄亂了 東中國那麼大 對對對 你想想看 那個英國那麼小 每個地方講的英文 通通都不一樣耶 對 但是因為 那個槍好重喔 可是因為 英文是隨著音走的 它沒有這問題 那漢字音是固定的啊 可是等新來人 他講的跟你不一樣 他就把音改變了 所以呢後來呢 念久了就變了 所以漢字這個音呢 就是你會發現說 現在就同樣一個字喔 不變字形不變 對啊字不會變 可是現在音跟清朝音 跟宋朝音跟唐朝音 跟清朝音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啊 對對對好有意思 好所以呢 你就是因為這樣子 對這個鋼田英弘先生 他剛剛過世沒多久 他前年過世 他是1931年出生的 是老先生 老先生 所以說就對他所寫的 這個中國的史觀 特別的感興趣囉 對對 那這本書是比較非學術性的 對 就一般的人可以念 沒錯 非常大眾性的 對他很大眾性 就是不是很困難讀的 沒錯沒錯 對的這本書 但是呢 雖然小小的一本書 他也從這個 從頭到尾通通講完了 沒錯 哈哈哈 他先講說什麼呢 就是說 到底什麼是中國 他的核心觀點 我可能先簡單說 他認為秦朝之前 對不起 中國沒形成 那個時候 不管是 夷啊蠻啊 敵啊 戎啊 戎啊 我們講這個男 蠻夷戎 蠻夷戎 都不是中國人 他們交會在 黃河中下游的 洛陽盆地一帶之後呢 形成一個中國人 跟中國文化 形成漢字 好 從其他以後 中國出來了 所以以前的那些什麼 閻黃啊 對對對 陰商朝 夏朝 都不算 他們像 像閻黃啊 像夏商啊 基本都是在 在戰國時期 尤其到漢代 才建構出來的 這個古代有那個 又不是古代 就是近代有這個 學者談到 就是要叫做 陳蕾的這個 陳蕾的歷史的堆積 堆積學說 就越往後 你越往後 歷史就越早 就往前推 它好像家譜一樣 往前推推推推推 比如你姓古 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鼓公 譚富的後代 你姓誰 你就是誰的後代 它是這個概念 一直往前推推出來的 其實不是 其實把一些神話 就變成正式了 然後呢 這個中國的文明呢 從秦朝開始出現 之前不是中國 那這個中國的文明呢 從1895年被賈武戰爭 中國被日本 清朝被日本打敗之後呢 這個文明就消失了 對啊 這是他的觀點啊 然後之後的文明 他說就是近現代的文明 可是漢字沒變呢 我們還用漢字 所以我們誤以為說 他覺得在洛陽 對 他指的是秦始皇統一的嗎 在他的眼中 對 從那時候開始 對 秦始皇統一戰國之後呢 就把各國不同的 嚴重 他覺得那個時候 才能算中國的 出正式的出現 他認為是中國文明的出現 對對對 但中國這個字很早就出現了 對 中國這個字更早就出現了 好 那可是到了1895年 日本攻打 對 中國的時候 攻打清朝 他認為是攻打清朝 清國 不是中國 那時候沒有中國 蛤 那時候沒有政治意義上中國 只有文化跟地理意義的中國 是哦 對 哦 好 可是就應該說中國的文明啊 對 到那個時候 所謂的中國文明 是從清朝統一到1895年 對 交友戰爭結束 對 這是他的核心觀點 中國還在啦 中國還在 但是中國的文明不在了 對 他認為現在你中國的文明 其實像我們現在我們 我們用了一切 我們穿的衣服 我們頭髮 我們講的那個漢字裡面的概念 嗯 漢字還在哈 嗯 其實都是西方的 然後呢 我們他是透過日本形的近代化 就是說 這些東西日本人名字之後 先去把西方東西拿來了嘛 嗯 我們要科學 歷史 物理 化學 自然 然後廣播 反正所有的我們差不多大部分 現在的東西 對 大部分的漢字 都是日本人用中國古代漢字 把它重新發明的結果 嗯 對 就是說當時 呃 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 日本被迫 對 然後開始進行現代化 蠻主動的 對 蠻主動的 去接受西方的 就是說他們被迫主動的現代化 應該這樣講 對 沒錯沒錯 所以當時日本呢 就是說其實 當西方勢力來的時候 都是抗拒的 日本也是抗拒 中國也是抗拒 對 對 那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就開始了現代化 對 就是不被人家殖民啦 自己趕快先開始 托亞入歐的概念 對 那所以那時候日本可以說是亞洲開始有系統的去吸收西方現代化的知識 對 然後就把西方現代化知識所產生的所有的體系剛剛 呃 覆查先生所說的這些東西 那因為中 呃 日本那時候還是用漢字 對 所以他就發明了很多漢字 古時候沒有的概念 譬如說古時候怎麼會有政治兩個字 對 對呀 所以有法律兩個字 但我們有法這個字啦 對 有法也有律 但是跟現代的法律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有很多現代的詞彙 就日本人在那個時候西化的時候呢 他們大量的發明這些東西 用漢字發明這些東西 然後當中國這裡也開始被迫不得已想要 一定要去吸收去學西方人的是什麼 其實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講 最簡單最方便的是從日本 對 因為日本最近 沒錯 然後而且日本又用漢字發明的這些體系 你起碼不用再去學什麼法文英文啊 德文 所以很多去日本的留學生 包括蔣介石在內呀 沒錯呀 蔣介石算比較晚啦 早年那像梁啟超 孫中山 張太炎 這個都是去日本 全部是入訓 所以在鋼田英雄老先生 這位先生歷史學者 他的觀點就是說 純粹的以中國概念為核心的 所謂的這個中國文明 中華文明在1895年的時候就斷掉了 對 因為中國開始大量的西化 沒錯 而中間的重要的仲介是日本 對 所以他接受的日本所翻譯的 對 和他叫日本型的 日本型的近代文明 近代文明 這是中國就開始現代化 那所謂現代化就是西化 對 那你看我們講原來 所以他覺得純粹的那個 中國文明就沒了 已經消失了 當然會殘留一些些了 你比如說科舉考試是1905年結束的對不對 對 科舉一旦結束以後 所謂的四書五經的概念就不重要了 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是不在乎什麼四書五經的 你只是做一個愛與愛好研究 因為大學聯考不考這個了嗎 對不考了 簡單講就是以前的科舉就好像我們現在大學聯考 對不對 那以前的大學聯考就考這些純粹中國的四書哲學 對 所有的知識體系 對 那後來就完全不考這些了 沒錯 我們的學科也變了 我們的歷史學 我們的文學 我們的什麼各種那個什麼法律學科 自然學科全部變了 我們之前沒有這個東西的 我們全部引進來了 所以現在不是只有民進黨台獨去中國化 其實在清朝晚年就開始自己去中國化了 五四運動就是這個意思 五四就是之後的銜接 他不得 百話文運動 因為講說他不得不去中國文明化 為什麼呢 他如果繼續這個中國文明化 他就活不下去 因為西方力量已經把你給控制住了 對 這是他很無奈的事情 包括剪辮子 包括重新換衣服 中山莊的出現 其實都是 包括飲食文化 對 其實就是整個現代化 對 然後 其實因為當時應該是說在這種情形底下 那時候經歷好長一段時間的辯論 沒錯 對 就中國所有的這些知識思想 中體西用 對 到底該怎麼辦 是 到底是要徹底西化呢 還是要中體西用呢 還是要怎麼樣怎麼樣 很多討論嘛 對對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跟德先生跟賽先生交往就對了 對對對 其實剛才那個主持人講那個德先生就很好笑 德先生這個詞就典型的符合這個作者 《鋼田葉宏》裡面對於中國漢字的解釋 哦 因為他認為漢字是有人工語言嘛 對 就是說漢字他必須是 轉介這樣子 他把它跟音對不上去 所以當我們發現民主這個democracy的詞出來以後呢 他翻譯中文叫德莫克拉西 在當時哦 德莫克拉西 可是漢字沒有辦法能 漢字就像一個這個這個CPU很小的電腦一樣 對 他沒有辦法處理非常繁雜的語音文字 對 所以他就把德莫克拉西簡化成德先生 哦 然後呢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民主 或者說還沒有一個確立的翻譯 後來就是用了日本的民主兩個字來處理 哦 那可是我想說的是說 剛才人說這個過程在秦朝時候 在這個夏商周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漢字就是這樣來的 比如說我們講山 山水的山山河的山 他說山是什麼呢 山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他原來的音呢 應該可能是什麼 比如說叫做山達里 假設叫山達里 隨便說我是下編的 就是圖語嘛 就是圖語 他認為可能是太語系的人 就是南方長江以南太語系的人 講的這個語言 叫山達里 他比較強勢 然後他們在 他們這個南太語系的人呢 跟北方 東西方人交會時候呢 他們這些為了溝通啊 就簡化 就簡化 他叫市場語言 所以就把這個山達里 簡化成山 然後寫成像山一樣的字 那以後呢 大家不管你讀山達里 讀河達里 什麼什麼達里 他都看到山都OK 後來我們看日文裡面 用漢字富士山 也寫成漢字的山 可是他讀音是 富吉亞馬 對 他的音跟字是不對的 可是日本人看到這個字 山還是知道還是山 他知道他的正確的漢字讀音是山 可是他的字已經讀成 富吉亞馬 這個就是他認為說 在早期時候的 秦漢之前的中國時候 形成這個漢字體系 就是這樣一種人工語言就出來了 對 對他認為這種人工語言 不然怎麼溝通 就是中國文明的特色 但是也是認為 控制了中國文明的發展 他認為說這種文明 就是變成說 因為你必須識字嘛 然後必須有一個教育階層 所以他最後跟科舉結合之後呢 然後就跟那個皇權的這個體系 官僚體系做結合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存在 這個大存在呢 就壓迫了一種民間的語言 民間的生活 那中國文明的特點就是 一直是以皇帝為中心的 皇權專制體系的主宰 然後一直循環到清朝最後 被迫終結他 對 這是他的觀點 那這個觀點 我們傳統 我們現在的官方的版本當中 不太會這樣強調 因為我們會認為是說 我們的文明 我們的漢字很優美啊 我們的漢字很簡戀啊 然後我們等等等等 就是啊 這是我們現在是 比較正向看待他的觀點 那他是說 我如果拋棄這個國族的想法 他是完全用功能啊 對 他覺得漢字功能是很糟糕的一種功能 他覺得第一個他的CPU太少 他容納的訊息太少 然後呢他很難對應 實際生活中運行的文字 對 這就是為什麼清朝那時候出現很多 比如說 一旦遇到西方的外來的文化 激態以後了中國人就很痛苦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很掙扎說 對這個概念 我無法找到一個對應概念 因為我的語言裡面沒有 對 像佛教啊到進來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他消化了將近好幾百年 才在完成這個過程 他如果 就是說以西方拼音系統的話 他們要出現新字很簡單 很簡單 任何新講的東西 你就把它拼出來就好了嘛 對對對 可是中國不是 沒有這個字怎麼辦 你要發明一個新的字 對 怎麼發明一個新的字 這樣怎麼對應它 他會用原來的字 對 可是那個字原來有它的意思 有它本來的意思 它就帶到這個意思 就變成一個字好多 各種不同的意思這樣子 對 所以他認為中國人 欸這個文明就是很很有問題 哈哈哈哈 好休息一下 好 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是真麗文 今天呢 在我們節目當中呢 跟大家再度邀請到 八旗文化出版社的總編輯 傅查言鶴先生 今天來跟我們介紹的是 一個日本知名的歷史學者 叫做鋼田英宏 他所寫的中國文明的歷史 這一本書 哦 那麼你可以看到 就說歷史不是只有一種解釋而已 其實從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立場 去寫歷史呢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史觀 然後當同樣在描述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可能出現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描述方法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吸引傅查先生來看看 日本人怎麼去寫 不是以漢中心所建構的史觀 是怎麼回事 所以今天不是在教大家正確的史觀 因為沒有正不正確這件事 是是是沒錯沒錯 我們有時候看看從不同的視角 去看中國的歷史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的有趣 對 對 那剛剛講到這一位 呃 鋼田英宏先生呢 他覺得中國的文明呢 以在1895年之後 當中國自己也要現代化的時候 就斷掉了 對對對 就被就是西化了啦 簡單講就是這樣 沒錯 那他還講到一個 在書裡面還講到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說其實中國的 因為我們在講 就是說怎麼講呢 應該是說我們學儒家 或者是我們政府 學校教我們 官方的歷史 比較不會從 我覺得可能在研究上面 也比較少也比較困難 嗯嗯 比較不會從具體的 比如說當時的經濟 嗯嗯發生了什麼天災 對 人口的多寡 經濟什麼各方面的變化 來解釋為什麼發現這件事情 有時候你從這個角度去解釋 你就很明白之後 喔為什麼當時皇帝會做這件事 對對 我們都把它變成是一個 以皇帝中心的為的 的解釋 其實少掉了很多的肉啦 沒錯沒錯沒錯 那麼他就講到那個 其實當時中國的 他覺得已經怎麼講 漢人其實已經滅絕了 絕種了 已經絕種了嘛 是因為本來有五千萬人 對 後來剩一千萬 後來剩幾百萬而已 似乎是五百萬 對啊哇塞 怎麼會這麼嚴重啊 對 然後所以後來是 其實哪來什麼漢族 全部都是混的嘛 是是是是 哪裡有什麼純種的漢人啊 就是唐山公唐山媽的概念 對啊對啊 就是全部那時候 然後你想想看 那各地的這種少數民族 中國大陸的 然後你剛剛講的 蠻夷戎啊 通通都混在一起 沒錯沒錯 出現了一個新的北族 北族 對 那是什麼朝代的時候的事 好這個就是所謂 我們講五胡亂華的事情 對 你看我們知道就是 在漢代發生一次 非常大的一個農民暴動 黃金之亂嗎 對叫黃金之亂嗎 黃山君的意思 對 用現代話來講 像那個泰國的黃山君 他們就綁著黃色的頭巾 黃色的頭巾嘛 對 黃金之亂 那黃金之亂是公元 公元184年發生的 那黃金之亂作者認為是說 從那個整個 漢書跟後漢書的這個史料 當中去看 他說黃金之亂的人口 之前的中國人口 是五千萬 接近五千萬人口 那黃金之亂之後呢 到了三國時代呢 未屬五三個國家呢 加在一起五百萬不到 哇塞 好恐怖 就是說中國折索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 對啊 那為什麼 因為戰爭 對這就是中國 激荒 對 這個東西但作者提的不多 但事實上有很多其他觀點有解釋 他認為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政治的殘酷性 對 就因為中國政治它是一個專制體系 專制體系是誰呢 是服務於黃泉和那個官僚士大夫的 下面人死亡生命不重要 我們今天看中國現在的政治 就是也依稀有這樣的特質 就是下面老百姓我可以把它甩掉 我們車只要走去就可以了 有錢人可以到國外去養老去逃掉 可是老百姓就被洪水淹沒掉了 那當然公元前的 公元184年的這個黃金之亂 就是一次非常大的政治災難 導致中國大量人口 東漢晚期的時候 導致中國大量人口就死亡了 那這個死亡他認為說 之前那些五千萬人口 他們當然是秦漢時期形成的 所謂的標準的漢人的概念嘛 講的漢語的體系 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語言當然不會有 那時候就有漢朝 因為漢朝的關係 所以叫漢人嗎 對 因為漢人是跟胡人對應的概念 就是說當你發現胡人時候 他就自成為漢人了 然後胡人這個胡的意思也是人的意思 胡的意思其實就是蒙古語 匈奴語的人的意思 只是他的音是胡 他們那裡的人叫胡 對 後來寫著漢字叫胡 他其實就是後來叫匈奴的匈 H-U-N 匈 匈那個音 就是今天把它寫成胡 可是這胡的古音也是跟匈 很像的音 那這個作者也都談到這個漢字的變化 其實蠻有趣的 也就是說胡人和匈人 他們也是人 他們也自稱自己也是人 但是在漢文的點擊當中 記載的是胡人或匈人 匈奴 因為漢字覺得自己優越嘛 所以你是很凶狠的奴才 我當然這個解釋不那麼精準 但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那從184年之後 184之後整個的中國人口就變成只有500萬 那整個作者認為說 那500萬以後呢 等到這個五湖 後來五湖力量進來了嘛 因為曹操引進非常多的東湖 還有北方的這個蠻族 進入中國境內 不然的話 你沒法維繫這個政權運作呀 就是大移民嘛 台灣今天如果人口少的話 就必須從東南亞引進移工 勞工 到底是一樣的狀態 引進之後呢 那這些人的語言跟你不一樣啊 那他們這些人呢 他們都形成一個 從那個從那個時候 一直到隋唐時期 形成一個新的種族 是什麼人呢 他認為那個叫北族 他說這個北族呢 他說已經不是原來裔的漢族了 他們後來北族裏部分人 也用了漢字這樣一種形態 他們就漢話了啦 對當你使用漢字之後呢 你可以說的漢話 可是中國人也被他們胡話了 他是一個同時存在的狀態 一定的嘛 一定的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什麼 那個唐太宗 他們不是鮮卑 對他們就是鮮卑人嘛 鮮卑人嘛 鮮卑就是西伯利亞的意思 對啊對啊對啊 可是在隋唐時期呢 那就是很明顯 他們已經入主中原 成為一個大帝國了嘛 然後就改姓李 改姓李 改姓李 對他們那時候對漢文化 有一種崇拜之心 就好像今天台灣人對民主文化 哦 民主好 我們去崇拜民主 我們接受民主的制度 那當時對於這些胡人 鮮卑人來說 他們的政治制度來說 統治這麼龐大的漢人區域 他覺得用漢人 既已經形成的政治制度 比較好 因此他們就接納了漢人制度 那你接納了漢人制度 你同樣接納漢字 所以他們就開始學漢字 他們學漢字不得了 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原來的音 是跟你不一樣的啊 就跟滿洲人學漢 學這個漢語是一個結果嘛 所以呢 漢字的音就變了 所以就好像 譬如說就以中國好了啦 中這個字 可能譬如說台語是念中好了 ok 然後中然後呢 後來又就像你說的 又什麼西伯利亞人 對 他們都中 中久了就變中了 對 就變了 字沒變啊 對 因變了 因變了以後呢 當然就是這個 他也重新帶來一些 他新的一些詞彙進來 那這個新的詞彙呢 在中古漢語當中 尤其到了這個隋唐之後呢 非常到元朝最多 整個元朝跟清朝 是可以把漢字的書寫體系 改變了 包括語法結構 我們看到一方面就是說 作者有談到 就是一方面說 文人士大夫那個標準漢語體系 是沒有變的 可是呢 民間的說話的風格 我們以《紅樓夢》為代表 就最明顯 《紅樓夢》是典型民間口語 變成書面語的結構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句法結構 已經跟 跟那個文言文不一樣了 很不一樣 我們看那個古文觀止 清朝變成古文觀止 是一種寫法 《紅樓夢》是一種寫法 《紅樓夢》是一種寫法 其實它都有漢字哦 有漢字 大致來說 它認為這個新北北族 整個進入中國之後 整個使漢族被改變 這是在五胡亂華到北魏隨唐時期嘛 等到元朝時期 它認為中國是分歧的第三期 又一次的新北族來了 就是遼 金 元 清 他們又一次改變中國 然後這個中國文化 在這個一個衝擊之下 由漢族到北族到新北族 一直演變 所以它認為說那個時候的人 其實從種族文化 從種族學 體制人類學 從語言學上去分析看 它其實都不是原來的漢人了 但他們都用了漢字 但他們也改變了漢字 其實我覺得漢人跟中國的 這概念其實很像的 怎麼講 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那你隨著時代的推移 你去重新的 重新的去定義 它的真實的內容 可是它是一個概念上的 就是說所謂的概念上 就是說 它就是一個文化的中心嘛 文化跟統治的中心 就是我這裡就是這個世界上 最高的文化中心 對不對 那你漢化之後 你就是漢人了 然後你接受了這樣的一個文化體系 你就是中國人 不就是這樣嗎 沒錯 傳統中國話核心 就是這樣認為的 你只要接受 就使用我漢字 然後漢字當然有個標準讀音 不是那個方言讀音 你用我的標準讀音去讀 然後你用我的科去考試 你覺得有個中國皇帝 是你最高的領導人 對啊 好你就是中國人了 所以你看元代來 清代來 都是外族來統治中國 那他們就變中國人了 他們就漢化了 應該這樣講 可是這個作者有談得很清楚 他說元代 包括唐朝 唐朝時候會不一樣 唐朝時候他認為是幽夢衣冠 所謂幽夢衣冠就是說 幽夢就是古代的戲子 演員的意思嗎 衣冠就是穿上你的衣服 穿上扮演角色嗎 他說我扮演你漢文化的部分 穿上你漢人衣冠 假裝你中國皇帝 這是在唐朝的階段 對不對 李世民姓李了 對不對 好 到了遼跟金 就已經不一樣了 遼跟金統治整個中國 黃河一帶北部的土地時候 他就採用兩種制度 我統治的漢人區 用你的制度 統治我的 我原來的這個契丹人 跟這個女真人的地方 我用我自己的制度 原本的制度 好蒙古人也是這樣 蒙古人分四種人 我們知道嗎 滿洲人分的更多滿洲人 滿洲人是漢人區 蒙古文化區 新疆文化區 西藏文化區 跟滿洲的自己的本土 它都是不同的制度 它是分而置之 所以滿洲人的 所謂的五族共和 很多族的共和 它不是現在中國官方 強調的是多民族融合 它是多民族分治的狀態 那你這些民族之間 互相不干擾 你漢族人也不可以去其他地方 蒙古人也不要到漢地來 但我滿洲人可以都去 因為我是統治階層 它的概念是這個概念 所以你是說它漢化了嗎 它中國化了嗎 對一部分 它不是全部 對 這是作者的核心觀點 那為什麼作者會覺得說 中國文化一直延續到了1895年呢 就沒了 因為西方文化來了以後 不會中國化嗎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你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講的中國文化 跟漢文化 本來就沒有一個什麼純的文化 對 本來就是一個 你知道嗎 四面八方來了不斷的 改變改變它 改變它 對一個動態發展的一個結果 它本來就不是一個什麼 很純粹的東西 你除了儒學啦 對 嚴格講起來可能 譬如說儒學一直傳承下來 儒學都是官流體系 對 其他的東西 包括語言文字 其實一定都是變動的嘛 你怎麼可能清朝到清朝 都是一樣的 不可能啊 你都會受到各種不同的影響 可是主持人知道 那為什麼不會覺得說 元朝來的時候就斷掉了呢 對 好問題 好問題 好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好 回到世界把抓 我是鄭麗文 為大家邀請到現場 是八旗文化出版社的總編輯 副查嚴赫 跟我們介紹的是 八旗文化所出版的這本 鋼田英雄先生 所寫的中國文明的歷史 那我剛提出來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說1895年之後呢 大量的透過日本 然後呢 中國開始呢 要現代化 那現代化就是西化 所以呢 中國的文明呢 它定義中的中國文明呢 其實就不存在了斷掉了 那為什麼元代 整個蒙古人入侵的時候 不算斷掉呢 對 好問題 好問題 對啊 蒙古文字人種 制度文化通通不一樣啊 對 好問題 這個作者有解答 作者意思很簡單 他說你看我們到晚清時期 當時晚清的知識分子 他說哇 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對不對 他會用這個形容說 那個真是三千年 說明之前的三千年 是有個連續性的概念 那為什麼講蒙古人的統治中國時候呢 中國的東西沒有斷掉呢 應該講部分斷掉部分保留 也就是蒙古統治的中國區 他依然採用中國士大夫 他為了統治中國 在那個前現代 前現代時期的帝國統治時候 他是比較尊重地方文化的 所以他變成說 好你們當地人不是尊重儒教嗎 所以是蒙古人第一次把孔子分封成非常大的官 尊重儒教 滿洲人後來又加碼 把那個孔子的頭銜往上加加 加很多詞 對又加碼 那也就是說 就像我們現在媽祖的頭銜一樣 好長喔 媽祖頭銜也是清朝康熙全都加過 對呀一直加一直加 好長喔 要全部念完很長欸 我也記不住那些東西 不可能記得住 誰記得住啊 總而言之就說 我為統治你的 我可以採用你的制度 那我既然採用你的制度化 你這個中國文明的載體跟形態就保留了嘛 所以我們看到元朝的時候 開始是中斷科舉對不對 他認為 因為蒙古人是個遊牧社會 它是重商業跟重技術的一個政治體系 他覺得你認識文字 你也不做生意 然後你在天上考試 沒有用啊 所以他認為說 那你們我就先把科舉給關掉好了 後來發現說 這些漢人就想考試啊 所以他就說 那好吧你們喜歡考試 那你就考試吧 又開科舉考試 但是蒙古所謂的色目人 蒙古人色目人 他們是不考試的 他們用他們原來的一套統治制度來統治 所以長城以北跟長城以南的中國區 就中國文化區的主要範圍 它還是遵循中國制度 所以中國的經典文化 就這樣往下傳承 可是它也變化 作者談到說 像宋朝的朱熹 所謂的新儒學 理學 理學 什麼存天理滅人欲 這哪是儒學概念呢 可是宋儒就是這樣講的 他是完全把道家觀點融到儒家去了 所以你看儒家的觀點 就是如果我們把儒家 當成一個中文化的核心的話 他在西漢時期就跟那個陳偉學說結合 就是算命啊 星象啊 他跟那個占星術結合 到了宋代呢 又面臨危機了 他就開始跟道家結合 跟佛家結合 然後到了近代晚清以後呢 他跟西方結合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唐君毅這些新儒學 他們談什麼 他說儒學也可以民主化 儒學也有人權啊 他其實完全是迎合了西方的制度文明 跟朱熹說儒學也講存天理滅人欲 是當時儒學必須迎合當時的佛教跟道教體系 是一模一樣的關係 可是我們之前不覺得儒學很偉大 我們歷史都是很儒學 我們是這樣思考的 對不對 他跟你解構了 發現說那個文明是這樣的 也就是說中國文明還在 但是也被改變 可是他的核心沒有變 等到了晚清1895年之後 他認為這個大變局 是中國文化已經存不下去了 因為西方力量太強大了 比那些遊牧人力量強大的太多 所以呢你不變 你就活不下去 你必須變 而且你的變呢 不光是你的體用之分 你做你的你的體 你的核心也要變 所以我們今天的學科知識 我們的技術 我們的制度 你看今天中國 我們講今天中國大陸好了 他用的制度 所有的官僚體系 通通都是從西方來 對 然後他這 什麼人大制度 他也說我是 俄羅斯學 我也是人民共和國 他也是人民共和國 他也有一個共和國 他不敢說我回到黃泉 他必須是因應西方 整個大趨勢的變化 那所以日本也結束了嗎 日本結束了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的時候 對啊 日本就結束了 如果以鋼田英雄的觀點的話 對 日本結束了 日本早期他認為是接受中國文明 像唐代最明顯嘛 可日本很早就發現說 這個文明當中 有些地方可能不一樣 所以日本人當中 就一邊學 一邊在檢討反思 到你看明治以後 那個主持人 明治時期的這個 日本的書寫漢字 漢字啊 漢字非常多 對啊 你到今天看日本裡面 漢字已經少很多很多了 為什麼呢 他發現假明無法處理 那些西方的資訊 就像韓國也把它變拼音系統 不再用漢字了 對 所以你看韓國啊 越南啊日本啊 其實就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 對 他們放棄了 所謂放棄了漢字 就意味著放棄了原來的中國文明 那中國呢 沒法放棄漢字啊 可是你的漢字 已經被西方的文化改變了 所以你們要改簡體字啊 對啊 其實也是用變化 他也是用變化喔 對啊 然後我覺得漢字將來 在因應這種西方 新的技術變化時候 會不會再進一步變化 我覺得都有可能 對 這就是中國文明真的終結了 所以你當天英宏自己的觀點 他覺得他們的日本文明也終結了 因為也西化了 對 就全世界都西化了嘛 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就你就屬於 你就是屬於被動接受的別人的文明嘛 因為你沒有自己的文明啊 喔 所以他在這本書裡頭呢 今天那個傅查言和總編輯 跟我們介紹這個八旗文化這本書齁 鋼田英宏他這本書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他把中國文明的歷史分成了三個時期 對 他是 為什麼要這樣分成三個時期 對 他當然我們剛講過 他說從秦朝統一中國開始嘛 到1895年然後中國結束 中國文明結束對不對 就是黃金之亂 第一期 不是1895年最後結束 對對對 是中國文明結束 那在這個階段當中呢 就是他又分成三個時期 分成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秦朝統一開始 到隋朝統一中國為結束是800年 然後這個當中 他認為最大的變化就是黃金之亂 剛才我們講過嘛 其實漢族已經滅絕了 對 北族取代漢族 出現了 然後隋又統一了天下 其實隋啊 唐啊根本就不是漢族 不是純正義的漢族 根本不是漢人 唐朝根本就胡人了啦 對啊 後來唐人的概念也超過漢人嘛 今天海外唐人街啊什麼的都這樣子 就改成變叫唐人 對 所以他從隋朝統一到元朝再把南宋秘謀 那700年是第二個時期 這個時候呢他認為來自北方的這個族群啊 又是統治中國 然後他們是新北族 因為他們這個又是一個新的遊牧社會的人來了嘛 然後他們來了之後呢 取代舊北族 就包括什麼 遼帝國啊 是契丹人嘛 金帝國是女真人嘛 女職人嘛 對不對 蒙古帝國是這個蒙古人嘛 元朝帝國嘛 這些是新北族 對 然後在新北族統治的時代呢 北宋是變成一個類似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狀態 因為他跑南方去了嘛 他變成一個南方的一個 你可以說我們正統性把北宋當成一個核心的政法正統性來繼承 可是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 北宋是一個邊垂的歌劇政權 可以這麼說 如果北宋 南宋 如果南宋被滅了以後 不就是元朝統一天下了嗎 對不對 然後到元朝統一到清朝 到甲午戰爭的600年 他認為又是重演 就是蒙古元朝統一 後來呢 明朝人把元朝人 把蒙古人趕到長城以外 蒙古人還在喔 這裡作者特別談到說 他以北原形式存在 所以形成一個南北分治的狀態 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民國一樣 然後最後呢 滿洲人繼承了元朝人的正統 這裡面他有談到 就是黃太極打敗了蒙古最後一代大漢的林丹漢之後呢 把那個秦始皇時期那個傳國玉璽 傳到元朝人手裡 然後元朝人就把他奉獻給滿洲人黃太極 然後黃太極說 哇我得到了這個所謂的這個正統性合法性的證據 真的從秦朝傳下來的 真的 現在還在啊 還在還在故宮 是喔 對好 然後這個東西呢 他原來滿女政人不是1616年不是叫後金國嗎 他認為是金嗎 因為他認為是金的傳承嗎 那是1616年 1636年他拿到這個玉璽之後呢 他改國號叫滿洲叫大清 所以他認為正統性來了 然後再入主中原把這個明朝打敗 其實明朝那時候已經被李四成打敗了 他就接收了政權 重新統一中國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把元明清這個三個朝代一起看的話 你會發現明朝不過是一個南方的割據政權而已 如果我們從大一統道來看 所以作者認為是說 對 在原來漢文化當中非常強調的宋跟明 其實都是在大一統中國下的割據政權而已 真的喔 這是他的觀點了 那我們有的人不見認同 我覺得我們也不用去一定說誰對誰錯 就大概可以去思辨這個這個道理有沒有道理就對了 因為他覺得你統治的地方明明這麼小 對 是不是 對 就好像台灣現在你如果 像台灣在1949年到1970年的時候 一直繼承中國的道統嘛 對 可是那個合法性 所以我們台灣像南宋這樣的意思喔 其實像 像南宋和南明 就如果以這個人的觀點來看 對可是如果北方有個政權也叫中國的時候 你就會為難 如果清朝不叫中國 清朝說我就叫大清國跟你沒關係 然後海外政權那個鄭成功跟那個什麼南明的這個王在海外建個中國 那也可以 可是中國共產黨也叫中國以後了 你這個中華民國就很為難嘛 那就出現一國 九二共識一國各表 所以這個歷史主持人 歷史上不斷重演 它是不是新東西 它是舊東西 所以這就是中國文明最有趣的地方 所以說你不能夠用現代的這種西方的中國民族主義底下 所出現的國家的這個概念來理解古代的中國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因為這兩三百年才出現的這種所謂的這種現代國家的一個概念 對 現代國家就是說你有一個 有清楚的疆界啊 疆界 疆族人群 你叫中華民族還叫漢族都可以 可是那時候帝國上下 哪有這個東西啊 疆界是很有彈性的啊對不對 對啊而且中國那麼大這個種族也太多了 沒錯 所以作者認為說這個中國文明特色就是有很多種族一起生活之後呢 他們形成一種共同的語言跟皇權的官僚體系 那這個文明透過科學考試不斷往上延續嘛 可是當近代以後 完了 它必須被迫的它消失了 然後這個文明就結束了 所以以後的中國呢 就進入一個所謂近代的世界體系的中國 你必須變成轉型成一個中 轉型成一個近代民族國家 可是中國很痛苦 因為用中華民族去統治新疆西藏蒙古 它還是存在一些 它難以去把它消化掉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中國的新疆啊西藏啊 還有很多問題的原因 可是日本沒有這個問題了 日本沒有了對不對 新加坡也沒有這個問題了 然後我們看很多國家都沒有這個問題了 但中國有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是繼承了大清帝國五族共和的架構跟種族 它用中華民族的概念去包裝這個東西 然後假裝成一個 偽裝成一個披上一個這個近代民族國家的大衣 對 可是事實上它內在核心還是沒法處理 你怎麼說服維吾爾人說你是中華民族 這個就很大很難的工程啊 除非它信了 它被改造了就沒問題了 所以你就不要用民族國家的概念嗎 如果你不用 單一民族 單一國家的概念 中國是用創造一個多民族國家嗎 因為它必須解釋你的內部的 就像你美國一樣啊 不是黑白紅黃都有啊 對 可是美國的那個 它不是叫做民族 美國是種族的概念 你來自不同的 你是非洲裔美國人 你還是亞裔美國人 你還是什麼歐洲裔美國人 可是你共同生活在美國這樣一個有明確的疆界 因為現代的概念 對 它是現代概念 那現在中國沒辦法這樣子 中國就是說因為歷史的遺留問題 中國現在的概念不成功 中國想用中華民族的概念想學美國 可是你不成功 因為美國沒有這樣一個 這個內部的分裂問題嗎 對不對 美國可能 但是你看阿爾蘭就有啊 英國聯邦就有這個東西 因為美國不夠古老 可以這麼說 就美國一創建 就是一個近代民族意義的國家的概念 那這些人你不管來自哪裡 你都是美國人了 那你現在變成說 我們新疆人蒙古人都是中國人 那這個概念他們能不能接受 他們歷史那麼長那麼長 跟你的這個中國文明體系是不一樣的 那他們能不能接受你這個東西呢 變成漢族的東西呢 這就是中國現在最大的挑戰 好,謝謝傅財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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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